点燃友谊之火 从前有个叫阿里的人 在老富商阿玛尔的店里打工 他很穷但很勇敢 一个冬天的晚上 阿玛尔说 到现在还没人能在山顶上 不盖毛毯 不吃东西过一夜 我知道你很需要钱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就会得到一笔巨额奖赏 如果你做不到 就得无常为我工作三十天 怎么样 阿里想了想 他确实很想得到那笔奖赏 于是回答 好 我明天就去 走出店铺后 听到凛冽的寒风 在头顶上咆哮 阿里的心里顿时打了退堂鼓 他没有回家 而是找到他最好的朋友艾迪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阿里问艾迪 你说我打这个赌 是不是太疯狂了 我有可能拿到那笔巨额奖赏吗 艾迪想了片刻 开口说 我来帮你吧 明天你在山顶上的时候 向前看 到时候我会在你旁边的山顶上 为你点一页的篝火 你看这篝火就不会觉得冷了 艾迪 我相信你保证能做到 不过 过后你要记得给我点回报 那个夜里 阿里在山顶上果然发现 旁边的山上亮起了篝火 阿里心里暖暖的 他顺利度过了这个晚上 阿玛尔履行他的承诺 给了阿里一大笔钱 随后 阿里带着这笔钱 来到艾迪的家里 阿里说 谢谢你 我的朋友 没有你的帮助 我不可能赢得这笔钱 你说过 你想要我报答你 说着 把一袋钱递给艾迪 艾迪摆摆手 我要的不是钱 是你的一个承诺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有冷风 从我的生活中刮过 你就会为我点燃有一只火 阿里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地握住了艾迪的手 的意思是 你可以 有 的意思是 有 的意思是